啊 哎呀 我 我妈也在乱死了 嗯 那怎么了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各位老师好 我是隐隐身语 深呼吸 先休息十秒 没事 没事 让她自己处理 没事 我都不想这样 因为我一见到前辈 我都会很紧张 这个是我的PPT 我的美容是 我不只是一个甜美 因为我之前演的 很多角色都是一个 甜甜 好甜啊 好开朗啊 然后开花先生的女仔 小月啊 淡定一点 淡定一点 好 现在你很吃亏 你现在来见到我们 你用这个态度 演员就要演 把你很紧张地演到很淡定 行吗 可以 好 来 所以我这次来到 不想超愚笨 我想多打开自己啊 看看自己还可以演其他类型的角色 然后我剪了一支很小的片 来解释自己 大家好 我叫三语 这个是我的字 我解释 担心大家会听不懂 所以我还是用普通话 大家好 我叫沈烈 今天十九岁 出来了 大家好 我叫沈烈 今天二十五岁 这是我的特长 这是我最近的学习目标 这是我的生活现状 我的生活远不止这些 希望在节目里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 希望自己可以多做一些拓展与尝试 希望自己好好表现 他做得好好啊 好好 我想问问 其实你有六年的戏灵啊 但为什么刚刚出场 你看到我们你会紧张会情绪会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是演的 你刚才是一个编出来的吗 可是你今天很失败 你不应该用这个方法来演给我们看 因为演员最失败的就是 我看到老前辈我都不会演 我碰很多 然后我一口我都把它吃了 我不想对手是这样 首先想跟各位老师说抱歉 刚刚那个确实不是我演的 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这一点 那你真的要好好学学控制自己 对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空间 我虽然入行已经六年了 但其实我没有见过特别多的大的场面 可是你一心要做演员 演员第一颗就是面皮要厚 但我想问一声 你拍戏的时候 然后导演说 开始你怎么去克服你刚才那个状态呢 我平时不会这样 见到导演也不会这样 在片场也不会这样 所以他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个镜头演员 就譬如说你现在站在舞台上 你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看着很多陌生人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是一个镜头演员 要是你要当一个多亿的演员的话呢 舞台也好 话剧也好 你也会免不了面对很多陌生的人 所以这个只必须克服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面试 怎么样去把简单变得特别 这个要放胆 冲进去 所以你要做一些人家想不到的东西 你就成功了 可以 开始面市 好吧 我喜欢 我的这场 varsative 冲进去 这里开始 演员跟唱跳大神怡 你也是学那个 没有理连你们的眼 Range 没走一条路线这样нова 我认为她没有装 她就是活着她自己 今天很失败 她觉得自己这样舒服就好了 她这是最舒服的天气 你们到底懂不懂 不要吵架 不要厉害 我真的想到没有好 沈尔老师别说出去 别说出去 欢迎来到武汉 请办 老师你好 我们先对对才是 这是表情 三二一 哎呦 扎扎自己 让我跟那个谁吵一下 哦天呐 这段单独发 哈哈哈哈 我已经公交了 你们就搞这些 我把那 谁在老街回去 哈哈哈哈 他给尔老谁更帅一点 接受姐弟恋吗 哈哈哈哈 你现在有负责吗 要亮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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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哈哈哈哈 热爱 鼓里头 百变 我真的很感动 都不是问题 加油 接下来问题比较灵感的问题 这段别掐 一定要播出去 啊 第一个课程就是挑战新警察故事 那我需要一个男演员演我的那个角色 还有一个主演演员演阿祖 我们先挑战一个动作艺 之前有学过拳击 嗯拳击 对 是的 如果你连BOXING的 你要对着镜子这样子 就这样子 对 打点 我们以前是500拳一次 4次 就2000拳 你真的言行举止 很像年轻的吴彦祖 很好 刚才的表演真的很精彩 接下来就请大哥宣布一下 新警察故事的选角结果吧 演我的那个角色呢 我选